又到了進來看新聞的時間 歡迎生活主播跟美馨 美馨早安 趙文早安 大家早安 那今天想要先問一下趙文 就是平常外出或上班的時候 會不會習慣戴手錶 我知道你為什麼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我自己是沒有戴手錶的習慣 但是我昨天看到新聞上 哇 這男童戴的智慧型手錶 突然燒起來了 我好揪心 因為這男童還有可能要直皮呢 怎麼好端端的 他的手錶會爆炸 對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來 帶大家瞭解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時候大家都嚇到了 因為這個兒童他的手錶自然爆炸 就造成這個小朋友 他的手指跟手臂都嚴重的燒燙傷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帶智慧型手錶的話 最好要趕快檢查一下 好 據瞭解這個手錶的品牌 其實他不是那種低價 或是爛手錶 人家是高價錶 而且動輒兩三千塊 到底這個手錶本身是有瑕疵 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才引發這麼嚴重的意外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美馨了 好 現在有很多爸媽呢 為了方便聯絡 也會讓小朋友來戴上智能手錶 但不管是不是兒童用的智慧型手錶 如果你有帶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起意外呢 在發生之後 經濟部的標檢局也查驗了 證實小朋友戴的手錶 就是Hero Watch的第一代產品 不過也因為這個產品很熱銷 所以很多家長看到的第一時間很擔心 就在臉書的社團展開討論 結果業者第一時間的回覆 或是讓許多網友都氣炸了 業者說光看到照片 看不出是哪一家廠商的產品 而且近期呢 都沒有接到有顧客反應手錶 有類似的問題 還說如果打聽到是哪一個品牌的話 會第一時間讓家長知道 很多家長就認為說 這根本就是在推卸責任吧 像是在硬拗 說這個回覆呢 非常的沒有誠意 根本就是複製貼上的 還有人說這家的產品 他們買了三年 就送修了五次 品質是有一點點堪憂 不過業者也在後來就解釋說 這個電池呢 都是有經過安全認證的 問題可能出在小朋友戴的是 第一袋的手錶 裡面裝的是舊版的電池 那他們也曾經通知消費者說 可以來免費更換 那針對這次的意外 他們也發聲明道歉了 也承諾會給予賠償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還是 到底為什麼這個手錶會突然爆炸呢 目前根據消保官轉述 業者的回應是說 業者研判是因為手錶進水了 盛進電池當中 導致電池膨脹才會爆炸 不過針對這個意外呢 有一些3C專家也提醒說 很多的原因都可能讓手錶自然爆炸 像是最近天氣太熱了 很容易造成電池不穩定 或者是電池過熱 還有電池有一定的耐久性 如果帶太久都沒有換的話 電池就很容易膨脹或者是老化 如果這時候你繼續用的話 就會非常危險 因為裡面的保護層會更容易破掉 建議電池最好是兩到三年 就要換一次 或是在未知的情況下呢 手錶的表面已經被撞破了 那防水防塵的功能也就跟著喪失 所以手錶就更容易進水 那也可能因為呢 小朋友的活動力比較高 所以他更容易流汗 或者是產生碰撞 可能在沒有注意的情況下 手錶其實已經受損了 那像是以上的這些情況 提醒你可以額外特別留意一下 另外呢在選購的時候 最好也要挑選 經過安全驗證的產品會比較好 那這次的兒童智慧手錶爆炸意外 是讓家長們都嚇壞了 網路上引爆了熱烈的討論 有人反應說之前充電 就覺得電池一直在發熱 還有人不時就會遇到說 電池好像有故障的問題 那現在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這些智慧手錶到底還能不能繼續使用下去 遇到緊急情況可以定位小朋友所在位置 搭配一鍵求救功能確保安全 日常也能當成電話使用 成為家長之間人氣商品 現在卻傳出智慧手錶自然按鍵 業者僅僅在臉書回應 相片看不出品牌 也沒有接貨客戶反應 但消保官解釋照貨手錶 確認就是About Time公司 所生產的Hero Watch Mini兒童智慧手錶 啟動行政調查 密合性沒有那麼好 水可能會進去 所以說這個電池呢 如果一泡到水的話 可能會有膨脹會燃燒的問題 業者在兩年前就已經請消費者 來更換電池 他們會全力賠償 並且給予消費者其他的慰問金 只不過家長已經嚇壞了 有人反映充電時手錶會發燙 三個月電池就壞了兩次 而媽媽們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還能不能繼續戴 理電池會發生爆炸 就是因為它的內部 時間久了就會產生膨炸 開始會有發燙的情況 那一旦有這類的情況 儘快就整隻手錶丟了 專家表示智慧手錶 最可能出問題的零件 就是背後這塊磁吸式充電的不可拆電池 使用時間過長或是電池老化都會導致故障 市面上大部分智慧表都有NCC資安通訊認證 但針對電池 零件等有通過經濟部標檢局認可的 多半還是蘋果 小米等大品牌為主 最重要的就是看有沒有經過BSMI檢驗 大約就一臺就要二十萬了 專家提醒如果出現電池被蓋膨脹現象 或是異常過熱 還有手錶進水最好就不要再充電使用 今天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很多人買東西都會透過網購平臺 不過網購平臺的老字號 陪伴許多網友度過十五年的 雅虎奇魔超級商城 準備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因為業者最近就證實說 將在今年的十月六號 就會終止跟店家的合約 並且停止消費者的訂購服務 如果在這之後呢 店家還有沒使用完的月租費 那麼商城就會主動以天數的比例來計算退費 到時候也會通知店家相關的退費細節 那麼就緊接著 將在十二月十五號 就會終止所有的服務 那原因呢 就是為了想要有效的整合 旗下的電子商務業務 並且讓品牌可以順利的轉型 所以今年結束前就會收攤 但是雅虎奇魔也表示說 不會影響到購物中心 還有拍賣的部分 未來呢 也會更專注在這兩塊的經營上面 只不過最近收攤的 不止雅虎奇魔超級商城 還有曾經風光一時的飲料店 也都陸陸續續要關掉了 藝人簡佩恩呢 他從二零一八年開始 從目前轉戰到幕後 那他也花了更多的心力 在經營旗下的飲料品牌 原本的全盛時期 他的飲料店是不及全臺 從雙北到苗栗啊 彰化高雄都有分店 還多達了十八家的門市 曾經半年就展店一間 但是呢 為期四年多 因為後四年多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還有大環境的變化 所以有許多店都已經悄悄的收掉了 那在微風新義的分店呢 也只開到六月底 簡佩恩就透露說 是因為百貨櫃為調整轉型的緣故 那麼現在只剩下在三峽的一家門市 那他坦言說 疫情對實體店面的生意 衝擊真的不小 他也計畫說 要在未來把他的飲料品牌 轉型成電商繼續發展 博物演藝圈的明星斜槓開 飲料店其實並不少見 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 那要說到最成功的案例 很多網友就一直認為說 非他莫屬 到底是誰呢 就是藝人丫頭 那他成立的飲料品牌 不要對我尖叫 全球海內外 已經有了四百家的分店 而且他先前還說 今年的營業額肯定可以破億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復業女王 另外像是演員曾婉婷 他開二零二零年開的飲料店 飛吻茶飲 也掀起了一陣話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飲料店招牌是一杯要價 兩百六十塊的 黃金冰糖燕窩 不要看他賣到這麼貴 當時也是天天賣到缺貨 不過他的品牌也已經在去年 全面收攤了 還有演員謝成君 他創辦的手搖品牌 戴戴茶是走一個高質感的茶飲路線 那他堅持用高級的茶葉 當作原料 據說其中一款飲料 就是用一斤三千塊的茶葉 給泡出來的 不過提到吃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年初才遭到經濟部勒令下架的中國螺絲粉 現在可能要起死回生了 當時被銷毀庫存的進口商 最近就被發現說 在官網上又悄悄上架三款螺絲粉 實際詢問業者之後 對方透露說 這是全新改版 原料大多是採用臺灣的在地生產 只有關鍵的螺絲粉醬料 會從中國進口 但也強調一切都會合法啦 也經過了食藥署的合可 預計最快 月底就能到貨 就連之前引發爭議的統戰標語包裝 現在也都全面喚醒 稍取滋味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但這螺絲粉今年初才因為包裝寫著疑似 統戰標語引發爭議 隨後經濟部也說 從沒允許進口遭勒令下架 庫存兩千公斤存貨通通被沒收 但時隔半年業者預告將重新回歸 實際點進摩爾霍普官網 螺絲粉改名後 三款口味每包價格200元起跳 已經開放下單 業者說最快7月底等到貨 但螺絲粉起死回生 難道不怕又被盯上嗎 工廠本來就已經在進行了 都已經在進行了 我們現在是在合法生產 我們就用臺灣的稻米 跟臺灣的其他的一些原料 業者強調這次全面改版 標榜臺灣製 粉體從中國製換成雲林生產 花生跟胡偉農會合作 醬料包也經食藥署合可引進 就連包裝也改頭換面 對比先前爭議的統戰標語 印著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 新版包裝通通改為粉體字 我們一些東西從中國合法進口 因為像這個螺絲醬料 螺絲醬料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 因為經濟部只有針對粉體跟花生 認為是違法的 螺絲粉一月遭全面下架 癥結點就是中國製粉條類 不在進口許準項目中 這回業者主打臺灣製 還派人到中國柳州學食譜 就希望能把道地螺絲粉口味 在臺灣重新復刻上市 近新聞綜合報導 好的 以上就是這集 進來看新聞的內容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